大年初一,头一天,过了初二,又初三,正月十五,半个月,腊月三十,又一年。 您说什么呀?您说什么?定长诗啊,什么定长诗?您那说的是儿友,儿友,儿童歌友。 大年初一,头一天,过了初二,又初三,正月十,又一年。 小年,老。 还少点儿是什么?是不是?是儿童歌友? 不是。我这是一年的月粉盘。 是你的?四句话就是一年? 那没错。 您说上话,大年初一,头一,头一,不是。 大年初一,头一,天,一年的开始。 过了初二,又初三? 过了初二,不就是初三了吗? 谁不知道啊?我说,天哪儿都知道,过了初二,又初三? 你听说过了初一,就初又。 听说。 那你说的第三天,又初。 正月十五,半个月。 正月十五,半个月了。 到了腊月三十呢,又一年了,就不是一年了,就是一年了,一年你都收了半个月,那够一年了,明白了就想了,明白既没有知识性,又没有欣赏性,也没有女格性。 还能三性吗?我说四句,严厉,让你既有知识性,又有欣赏性。 那转十一年吗?一天都不差。那几天了,好,你说。 一三五七八十了,三十一日并不差,其他都是三十,唯有二月。 二十八,你这叫什么呀? 什么? 论月二十九。 这还在论月? 咱们是有阔号。 一年十二个月,一个月多少? 准的? 准的,当然是准的了。 那你给我说说。 解释解释。 一年是十二个月,有几个月大? 几个月大? 几个月大? 我知道。 这就是知识性。 那你说呢? 一年只有七个月大,四个月小,一个是二个月平,二十八年。 是吗? 那你算什么? 五个月。 一年多少钱? 一年是三百六十五年。 我说完了,你算完了,那就是三百六十五年。 你说说。 一三五七八十了。 七年。 七个月大? 一三五七八十了。 那这是七个月。 三十一年是多少? 哦,都是三十一天。 七个三十一天,这是多少天? 三十二百一,二百一十七。 啊,其他都是三十,其他十四年。 那四个月小,四个三十天是多少? 一百二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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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你刚才算的两百一十七。 多少天? 那是三百四十七天。 哦,还有二十一天,你再加上二十八天是多少天? 呃,七百二十天。 哎,三百六十五天。 这是知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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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再考考你。 你考。 五个月。 今天几号? 今天二十八号。 今天二十八号。 今天几八五。 这边是十一月? 这边是十一月的。 十一月十二号这边几? 十一月十二号。 十一月十二号。 十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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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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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不行了。 这就是知识。 我就是知识。 你说说。 十一月十二号是几个节。 十一月十二号。 您等一会儿。 我去拿月盘。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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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一号。 十一号。 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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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您不行,你会拿个月盘呢? 谁拿月盘呢? 虽然你们大家拿笔记去。 百分之百都是对的。 是吗? 哎,他放着它。 不仅是十一月。 这一季度。 十一。 十一月。 十二月。 随便您啊。 说一个日子, 我就知识那天是一个日子。 准的。 好。 那我说一个,你算是什么。 我说一个。 十月六号。 十月六号。 礼拜几。 十月号。 礼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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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号。 六号。 十月。 十月六号。 十月六号。 礼拜一。 他说了。 他说了。 不是。 他等会儿的。 有一位观众说了 说咱们说这个 都在后台研究好了 是死的 人家观众啊 要提出一个月份来 什么日子 算算什么日子 算得对不对 请大家每位都说的日子 我怎么算 用不着大家都说 咱们选出三位来 让人家说 人家说出那个月份日子 你要如何算对了 就算你能耐 这好算 好算吗 反正你说不认为了 我算一算就知道 你问你 算大 算大 好 你等大 他还十年不能长 不超过十秒 还不超过十秒钟就算出来 大点了 周围 那么随便你啊 晚上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这三个月之内 甭管哪天 传过了礼拜几 谁位 那位先生啊 啊 这位 十二月十六号 啊 十二月十六号 哦 十二月十六号 问你是不是礼拜几啊 啊 说不认为了 你说得对吗 哈哈哈哈 你说不认为了 算吧 那日子 我说没对 那日子 我说不认为了 就十二月十六号 十二月 啊 十六号 十六号 嗯 你说在礼拜几 我让你说十二月十六号 啊 你记住了啊 你当 一二二 对 还真对 再第一位 十二十八 啊 十月十八 十月十八号 你看看 刚才他说的十六号 十八号 不是礼拜二 你问礼拜四 不是 他说十月 十月 十月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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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十八号 我说十月十八号 你问你 你问你呢 他说十八号 十八号 十月十八号 今今 十十六 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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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哪个位数 十一月一号 啊 十一月一号 十一月一号 十一月 几号 一号 就一号了 啊 记住 礼拜六 对 我问你这本事办啊 脑子好事办 好事 啊 对啊 怎么办 这算不了了 你应该纯粹是智利作业 那我要是说一个灯火啊 你就去猜不到 灯火 灯火 总是出这个词 什么叫灯火啊 灯火啊 就是过去啊 晚上挂灯火 这个灯火上楼呢 写着四六八卷的 哎 那比他啊 也许是一种东西 也许是一种路 也许是个人 哦 白天没有灯火啊 白天呢 他叫挂地 也写了 也写了 不一样 晚上就点灯火 真的叫灯火 还要是在郭门猜门啊 跟郭门猜门不一样 这也是知识性 我说灯火也不一样啊 这就是 应该怎么知识性 你啊 那我先说一个 你说的你拍的啊 哎呀 咱咋不能拍一拍 怎么拍 挂点灯火 什么怎么看 呃 如果啊 我说一个 你要是拍着 参子呢 哎 我呢 给你两个钱 我让你拍拍 让你买包 他也不好了 那你要是拍不着呢 我拿你两个钱 对 我给你四五钱 不不不不 拿两个钱跟你 哎 哎 你三个钱啊 看 这外事不外事 这不是啊 猜个人猜不到书 对对对 十万 好我说一个 那没错 木头的木刀认识不认识 你拿我大小孩啊 一个石一个大 都认识不认识 哦 这木刀认识不认识 这个 口刀认识不认识 厉害嘛 没有从口入的口 嗯 这还不认识 这也认识 我用这两个字 说一灯火 你猜 你说 好 说 木在口中灾 不念性 也不念呆 如果有人念困字 嘿 他就不是真秀才 干什么 这个 打一个字 行啊 嗯 不怎么样 你都知道 就是吧 猜不着你乐 猜不着你乐 猜不着认识了 告诉你 这是结树的树子 那怎么叫木头口中灾 这是木头的木头在口中一灾 你看是不是那树子 结树的树 一树鲜花的树 对 还真有点意思 好不好 不怎么样 我说一话 你说了 你说了 我说一话 你猜不着想 行行行 我说一话 也是四六八卷大 你说吧 一个大一个小 一个蹦 一个跑 一个吃肉 一个吃草 一个难追 一个难找 大一字 什么大七八糟的 有点这么乱 什么 一个大一个小 一个跑 一个吃肉 一个吃草 一个难追 一个难追 猜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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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 这什么字 什么字 这是发牢骚的那个骚子 牢骚的骚子 那这怎么写 这字那是 这本一个马字 这本一个跳到的 抱子 对啊 一个马 一个跳到的 这就说明了 骨子大 一个小 所以马大 跳到个小 这本一个大一个小 那么 一个蹦 一个跑 一个跳到 一个不会跑 他不会跑 为什么 他会蹦 马会什么 马会跑 这个叫一个蹦 一个跑 那一个吃肉 一个吃草 跳到吃什么 那个 喝人血吃人肉 哎 那个马呢 马的吃草 哎 这叫一个吃肉 就是吃草 那么一个难追 一个难找 啊 好奇的你追得上吗 追过他 啊 跳到一棒 你找活着吗 不怕的 这就叫 一个大一个小一个 一个蹦 一个跑一个吃肉 一个吃草 一个难追 一个难找 我说了 我说了啥子 也不怎么样 我再说一个 你还是拍不着 你听着啊 说一个字 算是拔个头 拍不着你 别发愁 这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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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这种字啊 没错 一个字 没有四十八个头 哎 对 这什么字太难找 这是 连针哥的小孩 他都在里面 这什么字啊 什么字啊 这是 水井个井个 胡说了 怎么说 胡说了嘛 那些字哪有四十八条 当然有了 什么 井个怎么写 两行 两数 还是呢 井个是两行两数 对 这里头是不是含着四个十字 你这四个十啊 还是呢 八个 八个头啊 你说一二三个 一二三个 那些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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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东西 四十 八个头 对对对对 你还说一下 一辈子都猜不着 没的是 你说 早晨四条腿 中午两条腿 晚上三条腿 七时之后两条腿 这玩意怎么能别扭 这个 干脆 太不老了 这是什么 一口一道 这是人字 那怎么会早晨四条腿 刚生起来的小孩 就等于是早晨 他会走路吗 不会 他会什么 小孩会爬 他就等于四条腿 早晨四条腿 这么四条腿 那中午两条腿 长大成条腿 走路不是两条腿 晚上三条腿 我爸呢 算是太大了 他说一句你走 主要短棍就是三条腿 这么三条腿 那其实就是两条腿 我看你几条腿 我三条腿 其实是有两条腿 怎么办 前故怎么样 这回啊 我说一个故事 刚给你 你猜一猜 故事 那你说个故事 先讲故事 我还没听说过 最后有刺激师 你明晚猜咋的事 好好好 说有的呢 年轻夫妇两个人 家里边呢 有一个小姑子 这个姑嫂啊 不合 有一天呢 她哥哥出去了 嫂子呢 下午也出去了 小姑子 暗地里 后边跟着 看她嫂子干嘛去 这嫂子 走到口上啊 就在读 口外上呢 进了一个青年人 中的嫂子呢 说话 其实这青年是干嘛的呢 人家是大庭道 她嫂子呢 就在那指 说怎么走怎么走 小姑子离着远 听不见的 她一看说 口外上 进了一个青年人 怎么说 我嫂子 不贤惠 有外心 回来呢 就告诉她哥哥说了 她哥哥一听了 非常的生气 过去 就打了嫂子一顿 大了她嫂子 直哭 她嫂子一边哭呢 说了四句诗 什么诗你说 她说呀 打我 我不恼 背后 有人调 心中名无敬 只为 录一调 我这个 打一下东西 这有点意思呢 还在是什么 既有故事又有诗 哎 还要让你擦一样东西 对 这个 我真是想知识 你猜不懂了 你这个 这个就是啊 指灯物 那怎么叫 打我 我不恼 你打这个灯物 还能搞吗 这灯物 灯物叫 打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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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背后有人调 灯物在前面 打灯物人在后面 这不是背后有人调 拿着刚调 拿着对儿调 那灯物 对对对 灯的背后有人调 哎 这灯物 你猜你什么 心中灵物 灯物 灯物里的 点着羊子 特别的亮 心中灵物 灯物 怎么叫 为了灯物一条 为了灯物一条 打灯物干什么 就为前面这灯 为了灯物一条 搞亮 这好 好不好 可是我说这一样 比你还好 那不见得 我也说个故事 好 你也猜让东西 讲 没有四续诗 哎 哎 也是 小夫妻两个 他不是 小姑子 那他是 有一个 小叔子 有个小叔 叔嫂不合 哦 这小叔子 从小就舟 嗯 所以啊 他父母给他起了 小人叫舟子 叫舟子 他跟他嫂子 特别环境 嗯 整天就老丢了 嫂子 只要你有错事 我就告诉哥 好 造一个 这天天啊 他菜喊的时候 还没黑了 那么 他嫂子 啊 他的胳膊都在压就出去 出也是怎么办 胡同堡碰见一个青年 也是打听路 是吧 他狠的 耐心的 热心的 他也说得很详细 从这儿往那儿 怎么拐 怎么走 可是那种子 在后面看 啊 跟一个漂亮的小白脸 在那儿俩人约会 起来了 回来我 被告我哥的入口 哦 晚上他哥哥回来了 就告我哥的 哥哥特别生气 伸起手就要打 他想着 我手托着 我说一首诗 那怎么说呢 不会黑 才出去 这还没黑了 我出去 这后子起了后跟 对 这后子起了后跟 我知道 出外无邪事 虽然我出去了 没有什么邪魔外荡的事 他把就回归 我跟他没谈成 他过来说 我们的谈完了 就离来了 你猜 这是什么东西 这我还真猜不到 猜不到 那你说这是什么 这是末章师傅用的那个末道 就是 万亚地啊 去木头啊 先封一个黑道 就是拿他封黑道 变成末道 那怎么个人为黑线出去 他要封这黑道 我用这黑线 对啊 你拿这个黑线出去 他为什么出去啊 他是为你当黑出去的 叫为黑才出去 哦 这样是为你黑才出去 对啊 那么轴子几天回 他说那种轴子 线一出去 后这个轴 咕咕咕 咕咕断 这个轴子几天四溢 哦 那么出外无邪事 这一头风持线 因为写的 这风都是持人的 当那只能 对 出外无邪事 那么谈罢就回归 哎你啊你挂了 我拿着头 挂了把你线拿十楼 拿十楼 拿十楼 拿一挂了 啊 三楼 噶 就回来了 啊 不是 啊